好,接下来介绍3-6.5 大与二元关系的一压图转成资料表 而我们如果将大与二元关系的一压图转成资料表呢 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做法 在大部呢,每一个关系会有存在两个实体 但是呢,当我们关系的实体数呢,大与二的时候 就形成所谓的多元关系 多元关系就是所谓的大与二的关系 因此呢,我们就必须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弱资料表 弱的资料表R 而这个弱资料表R呢,它包含了所有的关系 比如说关系属性会包含进去 并且也包含了实体的见值属性 而这些见值属性的目的是呢,当作R资料表的外界 在R资料表中呢,所有的外界栏位的组合 就是R资料表的组件栏位 并且呢,我们也可以将R资料表里面的关系属性 因而加入到R资料表中,我们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在下图中呢,我们发现呢 这个一阿图里面有三个实体 分别是呢,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有三个实体 而这关系呢,它牵扯到三个实体 我们称为大于二元关系的一阿图 而我们如果将这个呢,三元关系的一阿图 把它转成资料表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过 提到我们这一段 其实呢,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呢 会新增一个新的资料表R 而这个新的资料表R呢 其实它包含三个实体的箭子属性 也就是呢,11,12跟13 会有三个实体的箭子属性 而这三个箭子属性就是所谓的 A,V,C,这三个箭子属性 把它当作呢,R 资料表的外件两位 也就是呢,将这个A先把它砍进去 V这个箭子属性把它砍进去 C这个箭子代表砍进去 因此我们就可以透过外件来参考组件 并且,R 资料表上的所谓的关系属性E 也会呢,加到我们的新的资料表R里面 因此我们就可以呢,所谓的呢 大也二重关系的EA图 就可以顺利把它转成资料表的 好,接下来我们实际举一个例子 我们请各位同学人 将以下这个三重关系的EA图 以下就是一个三重关系的EA图 将它呢,转成呢,资料表 而这个为什么是三重关系 我们发现呢,在这个EA图里面呢 有三个实体 分别是呢,学生,课程,还有呢 叙手助理,三个实体 而这三个实体牵涉到什么关系呢? 所谓的选修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学生选修课程 然后呢,学生选修课程的过程中 必须要有叙手助理来协助 因此呢,我们就产生所谓的三重关系 现在我们如何将这个三重关系把它转成资料表呢 好,我们可以从以下简单来说明 好,在我们以下简单中 其实是来自于以上这个三重关系的EA图 而这个EA图里面有三个实体 分别是学生,课程,还有呢,细手助理 而EA图转成资料表 其实呢,实体名称就是所谓的资料表名称 因此呢,学生这个实体就是所谓的学生资料表 课程呢,这个实体就是所谓的课程资料表 然后呢,细手助理这个实体就是所谓的细手助理资料表 并且每一个呢,实体有它的见属性 因此呢,学号就是所谓的学生这个呢,见属性 而呢,这个见属性呢,转成资料表 也就是所谓的组件栏位 所以我们呢,学号当作我们的栏位 里面的组件 而呢,课程资料表里面呢,我们呢,以课号呢 当作我们组件 而细手资料表里面是以细手编号当作组件 因此,我们就可以将这三个资料表的 名称,还有栏位的组件呢 就把它呢,定义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我们发现呢,实体跟实体之间 其实有所谓的呢 多对多的关系 也就是呢,每一个同学 选择多门课程 并且每一门课程可以被 多的同学来选 因此呢,学生跟课程呈现是 多对多的关系 因此,我们来转成呢 资料表实际上,其实必须再新增一个 R资料表 也就是所谓的选课资料表 而这个R资料表里面的成员到底要哪些呢? 它必须包含所谓的 三员关系的每一个见值属性 也就是呢 学号 课号 处理编号 这三个见值属性呢 通通要把它加到我们的 新的资料表R里面 当作呢,R资料表的外界难位 并且我也必须将这个呢 所谓的呢 关系上的关系属性 加到我们新的资料表R里面 所以我们选课资料表 就包含了什么呢? 学号 课号 注意编号 这三个见会先把它砍到我们的 所谓的选课资料表中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将呢 这三个 这三个呢 所谓的主见把它砍进来 因此我们透过外界来参考主见 因此选课资料表里面的学号 就可以参考到 学生资料表里面的学号 并且呢 选课资料表里面的课号 就可以参考到我们的课程资料表里面的课号 并且呢 我们也可以将呢 选课资料表里面的助理编号 参考到我们的 戏手助理资料表里面的助理编号 而这个呢 成绩就所谓的呢 关系属性 也就是呢 选课 选修这个关系上的一个呢 属性称为关系属性 而这个属性也必须加到我们的 所谓的选课资料表里面来 如此就完成所谓的 三颜关系的一压图 转成呢 资料表的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 如果用assess 这套呢 资料库关系呢 来进行我们上期词作的第四题 而我们第四题的课问就是呢 大与二颜关系的一压图 如何将它转换成对应的资料表 而我们这边讲的大与二颜关系 一般我们讲的是三颜关系 三颜关系 如何呢 介绍成的资料表 这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必须先具备的技能一样 要有基本的assess基本操作 接下来呢 介绍资料库关系图 这一定要具备的 而如何实作呢 我们可以继续以下呢 这两个步骤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一样我们必须开启 我们指定的资料库 把这个资料库开起来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必须呢 将呢 学生资料表里面的学号 这个组件呢 跟呢 课程资料表里面的课号 这个组件 各别拖一到 我们选课资料里面的 学号跟课号 也就是呢 这个组件 学生资料里面的组件 拖一到 选课资料表里面的组件 然后呢 将课程资料里面的课号 这个组件一样 要拖一到呢 所谓的 选课资料里面的课号 此外呢 我们还必须呢 将呢 细手助理资料表里面的 助理编号这个组件 拖一到 选课资料表里面的助理编号 这个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就可以编辑 所谓的呢 一对多的关联图 其中一呢 这代表组件 多的单一方证本外件 详细过程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呢 老师的实作步骤 这个讲的非常多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好 接下来利用ASSESS 上机实作的第四题 而我们第四题的题目就是 大于二元关系的 抑压图 转成了资料表 那转成资料表 之后呢 到底的关联图 如何连结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 我们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们必须呢 开启我们想要的资料库 因此各位同学 遇到呢 所谓的呢 我们互书关联中 有一个ASSESS2010 一个范例资料库 按两下之后呢 我们遇到呢 第三章 第三章里面有两个资料夹 分别是呢 所谓的 完成档跟呢 素材档 我们选择呢 素材档这个资料夹 接下来我们选择 我们要的资料库 而我们要的资料库呢 是多少呢 这一个 就所谓的 缺取365 这个资料库 所以我们连 连去按两下 按两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马上呢 看出呢 这个资料库里面 到底有哪些资料表 这是我们第一个步骤 开启我们想要资料库 好 接下来呢 进行第二个步骤 那我们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必须连结 我们以上呢 这四个资料表 到底呢 二元以上的 也就是三元关系呢 到底是怎么连结 它的关联线 好 因此我们呢 移到所谓的资料库工具这边 那我们按下资料库工具 这个页签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按下这个资料库关联图 按下资料库关联图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以上呢 这四个资料表会产生在 产生在我们右手边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来连结 我们的关联线 怎么连呢 各位同学也要特别注意到 好 我学生资料里面呢 学号当组件 还有一个呢 系索助理资料表里面的 助理编号是呢 组件 还有一个课程资料表里面的 课号是当组件 你看看这三个组件呢 也就是每一个资料表里面有一个组件 接下来我们选课资料表里面呢 既然有呢 互合组件 而这个互合组件是呢 三个男外组合二层 因此我们就有清楚得知 好 我们必须三个呢 主件把它连到我们呢 这个选课资料表里面来 因此我们先呢 连学生资料表跟选课资料表 这个关联先把它连结起来 因此我们先按呢 学生资料表里面的学号 好我们滑鼠呢 左键按下这个学号 然后呢 按住的标放 往右手边呢 拖曳 拖曳到哪里呢 拖曳到我们选课资料表里面的学号 然后呢 在他自得心上 然后再放掉 放掉之后呢 他马上可以弹出一个 所谓编辑关联的对方块 而在这个编辑关联的对方块中呢 我们可以清楚得知 他关联类型属于一对多 一代表谁呢 一代表是学生资料表里面的学号 多代表是选课资料表里面的学号 因此我们就会清楚得知 一个学生可以选修多门课程 是没错的 对不对 好我们了解他关系之后呢 我们再勾选这个强迫参考完整性 好三十八勾起来 勾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按建立 建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马上来看呢 到呢一条所谓关联线 一对多的关联线 好 这条已经呢 已经建立起来了 也就是呢 一个同学可以选修多门课程 一代表是一个同学 也就是一个组件 好 接下来 我们再连结所谓课程呢 跟呢 选课之外的关系 因此一样我们带呢 课程代表里面的课号 按住滑鼠左线呢 不要放 然后呢 拖一到呢 左手边的选课代表里面的课号 然后在它字的上面呢 再放掉 放掉之后一样 它只要弹出一个所谓的 编辑关联对话方块 好 这东西我教大家一下 如果弹出这样 会盖出我们的制造表 怎么把它移下来 这个编辑关联对话方块 可以把它移下来 怎么移呢 我们的滑鼠移到呢 这个编辑关联 这个蓝色的区块里面 按住滑鼠左线 然后呢 往下拖曳 就可以呢 把它翻下来 翻下来 知道我们的清楚呢 知道以下的 资料表的长相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两个资料表 到底是呢 我们现在编辑是 哪两个资料表的 关联性呢 我们就可以清楚得知 原来是 选课资料表 跟呢 所谓的课程资料表 而我们的关联性 属于一对多 一代表是谁 一代表是课程资料表里面的课号 多呢 代表是呢 选课资料里面的课号 好 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得知呢 每一门课程 可以被多位同学来选 对不对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呢 所谓的 强迫的参考完整性呢 这些勾拳把它勾起来 因为我们就确保 我们这条完整性 因此呢 勾起来之后 我们就会按建议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产生了第二条 所谓的关联线呢 也就是呢 课程资料表里面的课号 跟呢 选课资料里面的课号 产生所一一对多的关联 而这条关联线 意思代表 每门课程 可以被多位同学来选 而我们选课的记录 通通记录在选课资料表里面 好 接下来我们呢 进行所谓的 续所助理资料表 跟选课资料表 到底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在选课的时候呢 会有助理来协助我们 来进行选课 因此我们这三个关系 就是所谓的呢 三个资料表 之间之间的关系 然后三个资料表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透过的 选课资料表 来记录我们的三年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再将呢 续所助理资料表里面的 助理编号 把它拖一到我们选课资料表里面来 因此我们按住呢 所谓的助理编号 把手锁按住 然后再拖一到 选课资料表里面的 所谓的助理编号 把它放掉 放掉之后 一样它会谈出一个呢 编辑关联的对方方块 而呢 助理资料表呢 里面的助理编号 到底跟呢 选课资料表里面的助理编号 到底呈现什么关系呢 呈现一对多的关系 一代表谁呢 一代表所谓的助理 所谓的记手助理资料表里面的助理编号 而多呢 代表所谓的选课资料表里面的助理编号 好 接下来我们知道它的关系之后呢 我们再勾选 所谓的强迫参考完整性 这三个把它勾起来 勾起来 勾起来之后我们再按建立 因此我们就可以建立所谓的 第三条关联线了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一个戏手助理 一个助理呢 可以负责多位同学的选课记录 各位同学的选课记录都知 三眼关系是原来是这样连结的 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然后先完毕之后 记住哦 一定要把它儲存起来 这个也要儲存起来 然后再按关闭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建立了 那下次呢 我们再进来看呢 怎么把它开起来 非常简单 一样按下这个呢 之后工具 之后关键图 你看就可以马上把它叫出来了 有点赞 不够的 有点赞 的 我说 是 有点赞 不够的 我说 有点赞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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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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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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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